嘩!搞錯呀!有沒有搞錯呀? 嘩豆,你只是看新聞,為什麼看得那麼生氣? 那些人,去郊外行山的時候,去海灘的時候 隨地扔口罩,紙巾,膠樽,食物包裝 搞到周圍都是垃圾,又不衛生,又破壞環境,又不環保 實在太不應該了! 我知道,這件事真的太不應該了 保護地球,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 而且,氣候變化已經嚴重地威脅我們 很多地方都出現了異常的極端天氣 我知道,好像之前澳洲山火一樣,燒了很久 很多動物都死了,又受傷,還無間可歸 沒錯,不過後來又突然下了連長大雨 雖然蓋上了火,但引發了大規模的水枕 除了澳洲之外,其實很多地方都是 好像南北極的溫度已經越來越高 在東非,就因為太炎熱的關係 可以引發了蝗蟲的災害 其實全球暖化已經影響了我們很多地方 幸好我們住在香港,未至於受到影響 也不是的,氣候變化的影響已經在城市出現 尤其是對於弱勢的人來說,影響更加明顯 好像我們現在的夏天一樣,天氣越來越炎熱 在香港住在劏房裡的人,他們不開冷氣又覺得很辛苦 但開冷氣,電費又很貴,對環境又不好 情況真的很困難 不如我介紹你看這本《妖怪吃掉我的家》 讓你了解多一點 好啊 希希打了很久遊戲,今晚終於過關了 爸爸拿著海報入房 看到希希玩到滿頭大汗,馬上開了冷氣 爸爸說,這個暑假我們去芙花島旅行 芙花島?哪裡來的? 芙花島是一個很漂亮的小島 島上的人都會出海捕魚 島的四周,還換了香蕉樹、芒果樹、龍眼樹、椰子樹 一年四季,又會開滿不同顏色的花 納娜就是這個芙花島上的小類鞋 他們一家除了捕魚,還會種稻米、番薯、自給自足 但有一天開始,希希和納娜都見了一些很奇怪的東西 我都見到了,有隻白色的妖怪 咦?它在冷氣機那裡走出來的 我還去芙花島 這隻白色妖怪破壞芙花島上的農作物 令到修成越來越差 那就會不夠食物,又沒有收入 希希一家,準備出發去旅行 今次我都見到,是一隻紅色的妖怪 在車裡走出來的 這隻紅色妖怪走到水裡 嚇到大魚、小魚,嚇到魚都走 但是呢,納娜是捕魚的 那他們便捉不到魚 一路上,希希見到工廠區 走到一隻又一隻的黑色妖怪出來 哈哈哈哈 哎呀,它在搖地屎 這隻妖怪還造成很大的暴雨 洪水淹沒了整個芙花島 包括納娜的家 納娜一家要快點走 不是啦,有生命危險 希希和爸爸到了芙花島 但她發現芙花島和海埔上的畫面 已經不一樣了 嘩,很多妖怪在這裡瘋狂破壞 希希越見到納娜 納娜很擔心地跟她說 有越來越多的妖怪 在另一邊飛來芙花島 這樣下去芙花島會沉活 希希也是在另一邊過來的 納娜很擔心地問希希 你們那邊是不是有很多妖怪 但希希發現納娜的芙花島 情況好像比較糟糕 會不會遲早 納娜和希希都一樣 會無家可歸呢 希希回到她家 芙花島的經歷 令到她一直都很不開心 第二天 希希見到黑色妖怪 準備將海水推上岸 希希很生氣 不准你破壞我家 但妖怪很得緒地說 哼,打敗我一個有什麼用 還有千千萬萬隻妖怪 這些妖怪都是由我們人類製造出來的 我們有沒有可能 不要製造這麼多影響別人的妖怪呢? 我知道我知道 我們要環保一點 不要開那麼多冷氣 沒有需要的時候 就關燈 自備水瓶 少些用膠瓶 還有少些開車 尤其是最近 我們有很多搓手液的膠瓶 可以洗乾淨之後 回收重用 洗完手後 用手巾抹手 只要我們走多一步 就有可能改變了 洗完手 洗完夾 用手巾抹手 洗完股 洗完手 洗完肺 洗完肌 用手巾抹手